渣男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不过说起来,他们都比不过伤害了梅艳芳、钟森明菜、松田圣子三位天后的世纪渣男,近藤真言 其中,钟森明菜付出的代价最大 他步入梅艳芳决绝,没有松田圣子清醒 曾经被叫做山口百灰的接班人,却因为这段恋情毁掉了如日中天的视野 可恨的是,后来近藤真言玩够了,跟普通宫心族女性结婚 价值八千万的婚房还是从钟森明菜那里骗来的 1996年,钟森明菜在古田人三郎中饰演一个杀了渣男的凶手 他的独白说道 现实中,钟森明菜当然不能真的杀了近藤真言 他把凶器对准了自己 一代歌姬,24岁的钟森明菜自杀的消息震惊了日本全国 进而在六小时的抢救之后,钟森明菜捡回了一条命 从1983年开始,钟森明菜和近藤真言因喜生情 在事业上,颇有主见的钟森明菜却败给了屡屡劈腿的近藤真言 他在电影发布会上大方承认和南方的恋情 坦荡的态度颇有些像后来《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名利香 可惜的是,他完全迷失了自我 钟森明菜说 当歌手是我从小的梦想,但比那更大的梦想还是嫁人 像山口百会一样,钟森明菜也盼望着能早日嫁给近藤真言 过上相夫教子的隐退生活 但近藤真言却不如三浦有何的百万分之一 1985年,最大对家松田圣子结婚 钟森明菜成为即山口百会之后 又一位红遍亚洲的日本少女偶像之师 男友近藤真言正假扮单身贵族,在香港狂撩梅艳芳 梅艳芳在和近藤真言交往之前 曾多次询问过他和钟森明菜的关系 每次近藤真言都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他和钟森明菜已经分手 所以梅艳芳和钟森明菜一样上头 他天天和近藤真言通岳阳电话 这还不够,干脆坐飞机到东京买了栋公寓 就为了在他身边待得久一点 挚友刘培基到东京时去看望梅艳芳 亲眼目睹在舞台上不可一世的天后梅艳芳 跪在地上刷马头 不管多强大多骄傲的女人都逃不过一个情字 刘培基只能这样感慨到 只终究包不住火 近藤真言又一句 钟森明菜离开我是活不了的 而你没有我还能好好的 就打发了一王情深的梅艳芳 这段感情成了梅艳芳永远的心结 他始终没能放下这个负心汉 2003年梅艳芳还拖着病体 赶到日本为近藤真言庆生 不久之后就穿着婚纱 孤零零地告别了人间 他最后唱的那首《夕阳之歌》 原唱也是近藤真言 而近藤真言虽然回到了钟森明菜身边 却没有停止在万花丛中的探索 依旧绯闻满天飞 无奈的钟森明菜翻唱了《南破船》 将自己的疲惫心境投射到歌声中 唱得梨花待雨 惹人心疼 更让人跌破眼睛的事情还在后面 这个角色女子是张国荣公开承认过的性幻想对象 是徐克筹拍窃女幽魂时几番利妖的聂小窃原形 看到他为近藤真言伤心难过 还在跑龙套的周星驰暗暗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好好对待自己的另一半 很可惜 周星驰没有好好珍惜曾经放在他面前的爱情 钟森明菜则是没有及时止损 步步沉沦 《南破船》 情深意切 让钟森明菜锁定了日本乐坛大奖 就在大奖揭晓之前 钟森明菜却出人意料地宣布退出奖项竞争 原来近藤真言也有作品入围了这个奖项 但他的口碑跟钟森明菜根本不能比 相较之下简直毫无胜算 而钟森明菜为了成全男友 他竟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奖 近藤真言的人品之差 钟森明菜的委屈求全 连日本当地的黑帮都看不下去 在颁奖之前 近藤真言的母亲遭遇车祸 他却因为不想被记者拍到 延误了母亲的送医时间 导致母亲撒手人寰 在这之后 日本黑帮偷走了近藤母亲的骨灰盒 威胁他不准去领奖 在母亲的尊严和名利的诱惑之间 近藤真言果断选择了后者 在颁奖里现场 近藤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无论母亲的骨灰盒能不能回来 母亲永远都活在他心中 事实上 近藤母亲的骨灰盒依旧下落不明 说到这里 是个人都能看出 这个近藤真言从里到外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偏偏中森明菜执迷不悟 他原谅了男友一次又一次 在道德边缘的疯狂试探 以为放弃自我 帮助他功成名就 他就会跟自己 过上双宿双飞的生活 尤其是近藤真言说 没钱买房的时候 中森明菜以为希望近在眼前 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八千万日元 后来又追加了三百万 用于购置家具 一新代价的中森明菜 等到的只有暴击 近藤真言又劈腿了 这次劈腿的对象 还是早已为人妻的松田圣子 是的 这是一段婚外情 松田圣子和中森明菜 虽然曾经是竞争对手 但是私交还不错 没想到竟然做出了这种事情 不过他很清醒 看透了近藤真言 不过是玩玩而已 很快便抽身离去 而万念俱灰的中森明菜 却做出了轻声举动 事发之后 近藤真言遭千夫所指 事业一落千丈 为了挽救口碑 近藤真言主动拉着 伤痛未愈的中森明菜 开记者会 为了让他乖乖就范 他还事先向中森明菜 透露出要求婚的意思 记者会当天 现场摆出了在日本 只有宣布喜事的时候 才会用到的金屏风 中森明菜和大众 都被近藤真言蒙骗 他没有浪子回头 反而变本加厉 在记者会上 近藤真言把害女友自杀的责任 撇得一干二净 让原本满心期待 来到现场的中森明菜 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中森明菜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忍着几乎要夺况 而出的泪水 揽下了所有的过错 完事之后 近藤真言居然做出一副 原谅女友的大方模样 然后转头宣传起了自己的新工作 蜂拥而来的记者们 肯定也听说了求婚的风声 可当他们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近藤真言几乎冷漠地回答道 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 而中森明菜在记者会上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就是日本娱乐史上著名的 金屏风事件 哭成泪人的中森明菜 终于看破了一切 记者会后下定决心 结束和近藤真言的六年虐恋 而分手之前 近藤真言也没忘记再坑中森明菜一把 他费尽口舌 让中森明菜和自己朋友开的小公司签约 不久后 朋友卷钱跑了 留下一个空壳公司 和木然无助的中森明菜 因为当初自杀的时候 剃刀割伤了神经 恢复艰难 再加上精神大受打击 中森明菜终日浑浑噩噩 酗酒抽烟 遭他了一副好歌喉 为了生计 中森明菜转型拍电视剧 再登大舞台 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了 几十年后的中森明菜 也免不了岁月侵蚀 面容上带着些许沧桑 看着他如今的模样 谁能想到 他曾经像山口百会那样 被万千歌迷捧在手心呢 至于渣男近藤真言 结婚后是否真的收心了呢 中森明菜和山口百会一样 是通过一档明星诞生的节目出道的 不同的是 山口百会首发就成功登顶 而中森明菜一共拼了三年 配跑两年之后 中森明菜凭借翻唱 山口百会的歌曲 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还拿到了这场比赛 有史以来的最高分 比赛结束后 整整十一家公司向中森明菜 申来橄榄枝 出道后的中森明菜很快就大红大紫 她的出现填补了山口百会 隐退之后的日本少女偶像真空妻 17岁的中森明菜决定退学 全心全意在娱乐圈打拼 爆红之后的中森明菜 不再是任经纪公司摆布的洋娃娃 她亲自参与了发型 服装 妆容 舞蹈动作的设计 时而温柔 时而热辣 把各个年龄层的观众 都迷得不要不要的 巅峰时期的中森明菜 不但在音乐上大展拳脚 拿奖拿到手软 还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后来对她念念不忘的日本公众 把她叫做昭和时代的Lady Gaga 然而再多的赞誉 也弥补不了近藤真言 在她心里落下的伤口 如果没有近藤真言 中森明菜的成就 或许不止这些 分手之后 中森明菜艰难复出开演唱会 没有消停过的近藤真言又跳出来 大肆宣扬她和新女友的爱情故事 让中森明菜备受刺激 讽刺的是 近藤真言真的跟这个新女友结婚了 就在用中森明菜的八千三百万日元 购置的大房子里 可怜的 还是中森明菜 那些年和她有过牵连的人 一个个接连离世 曾经把她奉为女神的张国荣 成为绝版风华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和她共享一个男友的梅艳芳 因病离世 中森明菜复出 隐退 又站上舞台 台下的年轻观众 已经叫不出她的名字 而近藤真言当真狗改不了吃屎 去年又被曝出婚内出轨一名女社长 时间长达五年 不久之后 近藤真言宣布自己的演艺事业无限期停止 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家 中森明菜或许用尽了一生的力气 去规避一个更大的错误 回到最初 中森明菜也只是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 她的家庭不太富裕 六口人等着吃饭 家里的电视机永远要拍两下才会听话 她有一个明星梦 没能成真的妈妈 在她的熏陶下 中森明菜爱上了唱歌 但是她的身体不太好 觉得自己体弱多病 给父母带来了很多麻烦 久而久之 中森明菜养成了压抑的想法 只要我能忍 就没有人知道 然而被照顾 有什么好愧疚的呢 正是这种过于隐忍的想法 酿成了日后的悲剧 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感受 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永远卑微的 忍住泪水